诗篇110篇第六节 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 施守着片门角处 他要在许多角中打破仇敌的头 在未来几个礼拜里面 我们尝试从这一节的经文 去理解另一个观点 实际上我相信大家姊妹 自从2012这一套讯息开始之后 我相信你的信仰也好 你对现实的认识也好 对神的真实和审判也好 都有一个暂身的突破 尤其是最近讲的声频创造 我相信当你听着 现在这一篇灾在的时候 的声频创造还在讲 没错我们看到神那种真实 我们甚至就像现在活在旧约一样 我们看到旧约的十灾 我们开始会想着 哇,哪有新约会不会出现 究竟有没有那麽真啊 就算我们初春的时候 都会因为一些新年代的识经 都会下意识觉得是有个十灾 或者很多这些会不会是夸张了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会期日的报纸和新闻 就一点都不夸张 我们看到神是用他那麽厉害的审判 揭示他是完全掌管的 但是他的完全掌管 也是给我们有一个预先的警告 就是他就回来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拿起另一个角色 他拿起主角的角色 但是是一个审判的主角色 就好像第六节所说 而你会看到 我们眼前发生的事件 就是神保护以色列地 留意 因为为何神保护以色列地呢 原因就是 以色列的政府其实是不信耶稣的 也可以说他不信耶和华 只不过以色列当中一班的拉比 是信耶和华的 但起码他们不拜偶像 所以你会看到 神对于信徒的保护 在他们身上是不会生效的 甚至神对国家的保护 在他们国家当中 就可以说若有若无 不是完全没有 不就来就完全没有了 只是差一纸和约 好像昨天所说 但是我们要理解的 就是说从这一段经文 和从我们眼前的事实 给我们知道 神对他们个人的人生保护是没有的 但是对于基督徒 对于我们来说 他是生下的 我们活在一个这么有趣的时间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我们活在 今时今日 这一年 2010年 神是审判列国 因为美国引领列国 在属灵上行淫 甚至引领以色列将要 在属灵上发一个最大的淫乱 而就好像第五节和第六节 这里说的分别 因为一般诗经家 讲到诗篇110篇的时候 他说到第五节和六节 不同的原因 他说到第六节 其实不是重复第五节的概念 因为第五节是讲 神去审判这些国家领袖 但是去到第六节的时候 神是做一件事 就是审判整个世界的系统 而实际上我们在今天 我们就知道 其实现在这个和平桥 根本是一个系统 联合国是一个系统 而他根本是将一帮 全世界不信世界上有神 不信主耶稣是真实 或者会再回来的 这些列国带领他们 去走一条不归路 所以第六节 神是用一个有系统的审判 去审判这个世界的系统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看到 一连串的地震 战争 风灾 火灾 洪水 雨灾 寒灾 雪灾 蝗虫之灾 瘟疫之灾 你会看到我们 根本现在讲的十灾 就在我们眼前 四十八小时 二十四小时 不断出现 你会看到这个 像当时摩西出埃及的时候 跟埃及法老王 去斗法的 同样的现象 原来 神为了去审判 这个世界的系统 就如我所说 就是这个奥巴马所说的 繁荣安定这个系统 即是各地求和 的繁荣安定系统 现在我们所见的审判 其实只是一个工具 是因为神要审判 全世界的政治核心 所以原来第六节是说到 神在全世界当中 是针对它整个系统的核心 去作出现在我们所见的 整个系统的审判 而你要记住 它只会有多无少 而这种幅度 任何地方被这种灾 碰一碰 就不得了 我们看到整个城 它是沉在水底 在美国 我们看到整个岛 它们的整条村 会完全消失 我们会看到 全世界的楼市 可以一次过 这些金融去动荡 我们要记住 现在我们所见的审判 任何的地方 它们以为不会出现 或者未出现 但是当它一出现 短短24小时 至48小时之内 全世界就好像变了 对那个地区 而这个就是我们今时今日 要好作预备 和我们现在活着的时间 小编110篇 第六节 但要在列邦中迎罚恶人 厮守就偏满国处 但要在许多国中 打破瘦的头 如果说上帝 是永远保障 是力量教我自强 从迷蒙无虑 从疲惶夜深 人命我一生去向 愿重阳 重则你 愿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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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阳 愿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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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阳 每日 在全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